我的想法是他可以找一份工作 然后他说他还不想干 过后我想一下 年轻人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没有一次性成功的 行 你做自己的事也可以 我过两天告我他要写诗 做诗人 是 我是有了天赋才写的 是不是 学历高的话 让你写的话 他半天不想写出来 有时候一小时写十首 有时候二十首都有 有一次跟我朋友和他对象 一会儿出去玩嘛 然后我们四个人走一走 剩三个人了 这个人没有了 到处找找不到 干啥去了 我们三个人找了好久 后来在一个人不是特别多的设备底下 找到这个人了 再给一个陌生大姐写诗 你说你给陌生大姐写诗 写一首不行 他以前做过的诗 也给人大姐说一遍 然后做一首还要做第二首 以前我自己写诗再念一遍 会出发新的灵感 没准能写出更好的诗 好诗不是写出来 是反复修改出来的 没准我当时写完诗觉得不错 这次念完之后呢 自己再听一遍的话 感觉我一个字再改动一下 会更好 你没下着那大姐 我这儿其实长得像好人 面相爱说嘛 是不是 你当时做了一首什么诗啊 田园的诗 这是各种诗拼来的 没有品 小伙子 你看这三位女士能不能记性来一首诗 我们能拒绝 每人一首也可以 每人一首都行 不不不不 这个 他当诗人的时候就等于给大姐做诗 还不止给大姐做诗 还给谁做 有一次我生病 在书业也找不到人们 书业结束了 然后是我自己叫的护士 大哥干嘛去了 然后看到他跟另外一个 给另外一个小护士在做诗 两个人聊得热火朝天的 他这个时候一点都不怕我 那是严格兰兰 因为之前写的都是 书业结束 先写的书业是曲严律师 现在给他写的是那个藏头诗 人嘛坐某块面就做全面一点 做最好 书业那个藏头诗 这个我好奇地请教您一下 诗到底有多少个韵脚啊 韵脚啊 对啊 诗歌押韵怎么个压法啊 有压一三的还有二四的 什么压一三什么压二四啊 比方说啊 怎么个压法呀 别比方说啊 几言压一三呢 对吧 您这作诗呢到底有多少个韵呢 有多少个韵和多少个折呀 您搞得清楚吗 我也不懂啊 我就是请教一下 我就是写 我可以写得比较整的 您要说解释不太清楚 还没到那么深的文学修业 天才都是这样的是吧 我可以按照那个 就是他们给人的框架 就是能写出来 但是您要说说很清楚 不记得说是研究生之类的 行那你给我们来一中东折的诗 好不好 不懂 那那那 在天才面前 班门弄斧 我这小学生滑稽了 滑稽了 这个跟小护士也做了诗了是吧 是啊 他一点也不担心我吃醋了 不是 他知道 他做诗出不了大名 不像说唱他能出大名 是 因为我没有经验 只是会做 然后像你刚才说的几问题 我都不知道 没有 是那经验 量能写出来的 你就说 懂了 对 把定位很准确 没有相信说 就是我们欣赏不来 好 来来 过过过过过 后来又干嘛去了 他不管写诗还是唱歌 咱最终咱懂得生活 咱懂得挣钱吧 我给他整些报刊啊 什么的书刊啊 我说 你 你投稿也行啊 咱挣个钱 总得生活吧 人家不干 人家说他要出诗集 那报刊 那都是小报刊 也不见得能收到几个稿费 好了 我觉得还是 把我自己那诗 不管是优秀的 不优秀的 反正 自己看了眼 然后呢 写上去 写上去 凑个五六百首 然后呢 出一个诗集 然后呢 发 但是呢 后来又想 唐诗经典三百首 自己一人做五六百首 超越唐代的诗歌 巅峰水平 只是量 只是量而已 对对对 您定价几块钱一本啊 后来想想 估计我定几块钱 估计都不好卖出去 因为没有名气 可以可以可以 您认识的很清楚 所以您应该先说唱 说唱火了 退出说唱歌坛 再去写诗 这就不能卖了吗 对吧 当然没敢上了 那节目现在还有啊 需要我给您推荐一下吗 他们有海选 至少还可以考虑一下 我现在很错乱啊 从唱歌到写诗 咱写诗这个能翻篇了吗 可以啊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跟一些朋友出去 整摩托车 不是 整摩托车干嘛呢这次 这次更夸张 这次让我辞职 跟他一起 还要世界 那很拉风啊 关键是我们现在 就指着我这份工作 如果我在辞职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 是穿方面啊 你想啊 咱之前创业是为了 有钱有车有房有存款 然后呢 房子在家里不一定担心了 然后车呢可以开着自驾游 存款呢供他们花香 但是那需要很久 但是咱骑摩托车自驾游呢 虽然吃不能吃得最好的 咱能吃饱了 住呢 咱可以整帐篷 或者是路上蹲点零花 这倒行啊 也有人这样过日子 就是我骑个摩托嘛 我周游嘛 我走到哪儿打工 这个倒还行 您坐了吗 先不说他坐没坐吧 没有同意 偷袖坐了一下 有一天 人忽然没了 最后 晚上给我回一个消息 告诉我 跟一些朋友 骑摩托车到周边去玩了 这两天都不回来了 有摩托吗 对 怕他不同意嘛 然后呢就先载后奏嘛 有摩托吗 有 有 买一个摩托 谁的钱 我工资 多少钱 旧的 一万九千八 一万九千八呢 新的这两万九千八 一万九千八 二手 不是他的工资吗 之前我上班的时候 我们也不想花了呀 再说了 我这去不上班啊 不是为了找更多的渠道 去赶上生活吗 我没说一直在闲着 现在大家看见啥子不干 然后吃它喝 我真听不下去了 他说一万九千八 都是听 你一个月多少天工资啊 三四千 三四千 小半年的工资拿去挥霍了 买一摩托车 那不叫挥霍 你回头再骂了 这也值得价 因为我买的时候 当时那个人低价卖给我 现在摩托车呢 还在吗 在 摩托车还在 那可以让他自己去旅游 不就完了吗 现在不整摩托 现在要整房车 他说他要自己造一个房车 因为我现在 主要是我现在年纪不小 我现在也是快四十了 我想设计一下 然后呢 打破现在那个局面 现在的房车 它就不是就是车吗 关键等你设计出来 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只是多了一点 那个家庭的那个 有床啊 冰箱啊 电视什么的 但是体积还是那么小 它还是在车的概念里面 并不属于房的概念 本身你的车八米 停下来 你要展开的话 可以长达二十四米 宽呢 正常情况下是三米 在公路宽度云范围之内的 如果你变长的话 可以拉成六米 甚至十多米 因为走起的路来 它需要稳定性 不需要那么大 但是你如果停下来的话 在两边像那吊车 那边启动机 它不是有那液压轴吗 它如果把那个车展开之后 停下来 两边是六个固定的那个液压轴 然后呢固定了 能看上八九几大风吧 出来了 而且家具 出来了 你看他还在活在他的想法中 那怎么就想法呢 你就我跟你说你完全无知 你知道吗 您说的这种类型的房车 模块是集装箱车 早就有了 展开式的这种房车 多了去了 它是能量转换的 它能风能动的 虽然全是用电 但是它走起来 行了 所以路由不行重电 从来我觉得年轻人 发明什么的 可以支持 但是您至少要看看 现在市场上的这个产品 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就是移动的车变成房子 这种单元太多了 像你说的这个满大街都是 满街上 你普通人是用不起来啊 用不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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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为什么呢 推广不了啊 对啊 他们推广不了 普通人用不起来 你也更推广不了 那全世界顶级的大公司 你先告诉我 你那场地在哪啊 肯定找宽敞的地方嘛 宽敞的地方 宽敞啊 您给我找一块啊 公园路由场地啊 谁买啊 不不不 这就可以 没有用户群啊 不是谁买啊 可以交定金吗 不是可以那个 好了好了好了 定做 我们不懂啊 还可以出租 我们不懂 我现在问你 你做过几辆房车 没有四斤 那你别说了吧 小鹏老师就房车 全中国的都开 他也不敢说他设计房车 上面所有人的技术都成熟了 我告诉你没别的意思 你看前面的吧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一说到房车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您这确实有点不太靠谱 您的